救護人員緊急對著一名白衣男子做CPR 但男子沒有呼吸 瞳孔放大 明顯失去生命跡象 男子被抬上救護車送醫治療 後方還有一台白色轎車 卡在阿里山公路旁的水溝 包括女駕駛在內 三名傷者 頭部手部挫傷 傷勢較輕 送醫之後沒有大礙 但稍早被送醫的日級男子 經過急救還是會填法術 其中一位男性是日本級 他到驗前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經過我們急救以後 仍然沒有恢復生命的跡象 我不曉得 這樣啊 就突然之間就撞到山壁 女駕駛頭部挫傷 會想事發當時前行還是餘季有存 原來這名女駕駛4號下午1點 帶著兒子妹妹還有兒子的日本友人 到阿里山遊玩 沒想到在下山途中失控撞上山壁 日級男子由於坐在副駕駛坐後方 遭受嚴重撞擊 頸椎斷裂 當場沒有生命跡象 警方初步調查 這名日級男子和女駕駛的兒子 是在澳洲念語言學校時認識 近日來台拜訪 沒想到卻遭遇死亡車禍 至於車禍肇事原因 目前警方還在釐清 記者和郭文 陳彰虎 家裡報導